Hello 大家好 新出的秘境召唤特别版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呢 不管是一张票上车还是12张票开私家车 都是这次活动的参与方式 而今天在活动马上要结束的现在 慈善队长鸽子准备给大家表演一波 什么叫做明明可以开私家车非要做慈善 来吧 现在我们就分成12次进12个队伍 看一下这12张票到底能不能出货 Let's go 其实从概率上来说肯定是自己12张票一起用掉 保底将更好一些 保底起码可以获得一个西游市神 但是参与12车车的话呢 这个理论可以想象的上限就更高了 说不定12个车每次都是我出的 那每一次都是我 那岂不是12个西游市神 就算六分之一概率拿到今天想要的今天月早前 那也是可以拿到两支了对不对 我们可以抽到12个西游市神 好应该怎样 Oo okay 哦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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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还好还好还好 问题不是特别大 好那这次我就两张票吧 我可以 我可 来现在是三张票 裂了 这一波有五个秀 哇 来了来了来了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慈善 哇还是今天最好的今天月早前 那下一波车的话我出四张票啊 我要出四张票我要再拿一个 悬念即将揭晓 诶就是我 今天拿到第二个 比安花 转了转了转了 这个已经超过保底 还可以再测两个车啊 说不定我还可以再出 我又可以了 最后一趟车我亲自当队长 亲自发车 OK现在可以开启了 让队友们去选择一下他们要什么票 剩下两张归我 希望这趟车没事 队长获得 第一张 好吧 啊 摩尔根 鲍博 哇 白花花 花开二度啊 真花开二度 没关系 还有机会开出双黄蛋的 蹭一蹭小星星 现在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秘境召唤都出了些什么吧 今天用了12张票 但是我没有发四家车 我选择晋升了五次召唤 第一次四张尔卡 第二次七张尔卡加一个一反木棉 第三次用了四张票出了尽天玉早前 是四张票 三张票说错了 第三次三张票出了尽天玉早前 第四次四张票出了彼岸花 第五次六张票翻车 从结果上来说是好于开四家车的 可以说是白拿了一个多余的花开二度 但是也有风险啊 如果三票和四票这波也慈善的话 那就是12张票投进去 连保底都没落到 OK 秘境召唤全部都已经换完了 体验服的秘境召唤也要结束了 正式服那边我就不打算抽了 因为正式服全图键 加上没有什么想要的二号机啊 搞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